看到的是中華桌球女將陳思宇 她從泰國傳回了捷報了 她在ITTF的年終賽U21的女單決賽中 是以4比3的局數擊敗了對手 而這也是我國在相隔了6年之後 再次有選手在年終賽奪冠 陳思宇和前田美優 在這場ITTF21級的女單決賽 一路達到第七局才分出勝負 明年大會第三種指責陳思宇 頂過對方賽目點的壓力 辛苦的以14比12拿下第七局也贏得比賽 最後一次挑戰U21的賽事 陳思宇以冠軍完美作節 同時也是我國際2008年 再次有選手能夠在年終賽登頂